禁閉室黑畫面 曹檢說 特訊時拔訊號線 陸軍下市紅仲丘亡死案中 關鍵的7月1號消失80分鐘 禁閉室監視器畫面 經發現是有路沒有影 桃園地檢署經連日來勘驗影像 現場測試後比對 研判黑畫面就是有人動手腳 因是禁閉室介護人員 陸續拔掉主機上的訊號線 對紅仲丘進行特訊 才會造成錄不到影像的黑畫面 8、9、10號 對 禁閉室 是完全錄影 完全停止錄影動作 停止 停止錄影動作 各位女朋友 我想這個部分大家不要為難 這個檢搭長 因為現在有關這個部分 現在陶姐他們正在 正在聖辦當中 我想警察檔 他有方便 說得太細 陶姐發現 在紅仲丘被關進禁閉室之前 也常發生黑畫面 研判禁閉室介護士對禁閉室 進行特殊操演時 監視器16個鏡頭的影像 就會出現黑畫面 輪值官兵早已見怪不怪 經記者實際測試 同行主機後方的訊號線接頭 每把一個月耗費3-5秒 螢幕畫面區塊就變成黑色的了 當時因為主機這個禁閉室 還有其他禁閉室在場 所以有其他禁閉室在場 為了安全起見 那麼我們只暫時封存 等到7月7號 禁閉室換了新的主機之後 我們把這個封存的主機 才拿下來由桃園憲兵隊 把我們現場拆下來之後 確認完整的封存之後 送到防護部調查局去鑑定 軍方表示 家屬前天沒看到黑畫面 是因為光碟級主機 目前正由桃檢偵辦中 也博斥灌水說 我們查證的結果 灌水這個情形是不存在的 仲邱的家屬向法院提出告訴 至於法院怎麼處理 我們遵從他的權責 桃檢透露 一旦鑑定報告出爐 就會展開大規模的傳訊動作 凡是可能接觸到監視器的官兵集職 姓名 照片 手機號碼和通聯記錄等 都已確實掌握 隨時都會傳喚他們的道案說明 動物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都會然後 在公選上 我們自己的西方 他們不存在 都會討論 在公選中 這就是 今天 我們就 保護 我們 再的